可以先不要去設定 先有帳號之後再到控制台裡面有個使用者 你在使用者裡面去做密碼的變更也可以 好那這邊就是 U01 第一個U01第二個U02 這部分是不會變的 不是跟電腦名稱不一樣 電腦名稱看你的座集 再來的話在資料建立一個 目錄 在資料疊建立一個目錄 這個目錄名稱到時候會指定 如果他沒有指定 你就自己 在第一疊裡面 建一個資料夾叫Delta就可以了 如果說他沒指定的話你就自己建一個 其他相關的 TCP IP 看有沒有是動態的話就不需要去更 變更那如果是要固定的話你就直接去變更 然後帳號密碼 桌面 印表機桌面 印表機如果沒有指定這邊就不用 好那因這個等等 這 那這 主行就通通把這些呢 通通都完成就可以 好那再來 磁區裡面 剛剛講那個Data主要就是說 要能夠Linux也可以讀得到 然後那個 Windows也可以讀得到 兩邊可以相通 那個就是主要的用途是在這裡 要相容的 所以記得要 這邊有個重點 剛剛提到有沒有 你在格式化的時候呢 一定要把它怎麼樣呢 Face32 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格式錯誤的話 你要把它重新做格式化 重新格式化 Face32 好那這邊的話建立一個 一個這個資料 那是這個 這個目錄名稱 假設說沒指定你可以用 Data 或者是說用你的 座號的名 座號的那個 你幾號 比如說07 你就建立一個07的目錄也可以 原則上只要 因為提本裡面只要求一個目錄 目錄名稱沒指定 其實就可以 可以 自己可以取一個名字 另外其他這個 TCP IP設定 主要是這 假設說Windows是 我剛剛提到動態的話就選這一個 固態固定的話就是這一個 這個 看你做幾號 前面是1107 然後預設閘道 就是204 大概記一下 大概記一下 另外慣用的DSN伺服器 這個是HINET的 我看考場如果沒指定 你也把這個背下來打上去就好了 或者是你可以打192.168.2.1也可以啦 其實慣用閘道這個部分的話 原則上 基本上如果他沒講的話 甚至 應該可以不用設定也沒關係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好那再來的話 帳號 這個剛剛有提到 自己把它變更 印表機我想應該也 大同小異 控制台裡面找得到應該都沒問題 螢幕保護程式 大概設定一下 背景設一下 那 這個地方安裝那個字型的部分 下載之後特別注意 你就把這邊儲存於哪裡有沒有 把這個目錄點一下 找到哪裡呢 找到這個路徑就可以 C疊底下 Windows 這個目錄 那直接把他存進去 就會有這個字型 就這樣而已 只是存對位置 你可以下載的 他會 比如說你點的時候 他 不是會問你說你要儲存於哪裡 對 就存在 或者你可以下載在桌面 再去 把他複製貼過去也可以 那建立自己的網頁部分 看他指定 你最後就是要秀出來像這樣子 你是幾號 然後你的 考試日期 還有你的名字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 很簡單 開啟什麼呢 記事本 然後把這些通通把它Key上去 HTN網頁 有沒有學過 其實他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網頁一定是HTN開頭 然後我有個斜線表示結束 他是對稱的